直行立体交叉环岛交通桥 结构 直行立体交叉环岛交通桥上层为环岛 中层和下层为立体交叉的下川地下道 机动车地下道在中间 飞机动车和行人地下道在两边 中层飞机动车地下道和行人地下道相连 下层行人地下道现在人行道下面 飞机动车左软弯筛道上端与中层飞机动车地下道连接 下端与下层飞机动车地下道坡道的中部连接 小型汽车起机脚爬坠了一墙 对地下道进空宽度、进空高度和坡道重面坡度要求提供 把地下道建成直行小型汽车的专用车道 使本桥上中下层层的总高度极小 闸道极短 从而实现立交桥的微型化 环岛一般略高于平面 车辆进入环岛需要减速 拖道把车辆的动能转变为势能 车辆离开环岛时需要加速 拖道再把车辆的势能转变为动能 既满足了车辆的自然需求 又提到了节油减排的作用 同时由于立交桥的整体提高 减小的地下道与平面的落差 进一步减小地下道拖道的长度和重面拖度 降低直行的通行难度 运行和安全状况 直行的小型汽车以较高速度从中层和下层 立体交叉的小型汽车地下道通行 所有转弯机动车和大中型机动车 从环岛通行 直行和左转弯的飞机动车 从立体交叉的飞机动车地下道通行 其中左转弯飞机动车通过左转弯闸道实现左转弯 右转弯飞机动车从专用车道通行 行人通过中层和下层地下道通过路口 本桥实现了机动车与飞机动车和行人的完全分离 把交叉直行和左转弯这三股相互干扰的车流放在三个层面上 所有车辆人员各行其道高度有序 路口各个层面的车辆同时以较高速度连续通行 使本桥的通行能力和效率提高十几倍 环岛和地下道互为备流通道 路口不会堵塞 方便救援救护 路口将成为通行能力最大最安全